time goes on Enough to let me move on past but every little now and then It creeps on back to save my smile Hello 我是Jenny 看看附近的位置 看看我們在那 其實在銅鑼灣 不過大家有不多覺 我們現在在法定估值前面 这里是东华三远马祥先烂友纪念碑 先讲讲这里的历史 为什么会有一个纪念碑 以前棺材是在马棚里 主要是竹枝和木条配搭 1918年2月26日马会举办了一连一度的周年大赛 打比大赛 大约下午3点第五场赛事开跑 中午多久 大家就拥去马棚看马 因为太多人了 于是汉台遥遥欲罪 8至15号棚就开始排山倒海落下来 下面刚刚有一些熟食的地方 所以一落下就形成了火灾 马棚里的人互相踐踏 伤亡去到670人以华人为主 大部分的肢体被肖字面目传非 亲友只能憑遗物确认身份 东华当层市提供400具官目协助遗体 运往加露莲山咖啡园下葬 1922年10月 东华为马棚大火死难者建立 露午五马棚渔难中西士女公墓 这些安葬了他们的地方 这些是2015年10月23日 列为法定估计 由于死难者 当时有中西不同的国籍 所以這個無垣的設計都是混合了中西的元素 你會見到墓碑和地台之間都是以花崗石去建造 共分為三層 這裡是3、2、1 有三層在這裡 其實這裡是一個對稱的設計 你會見到最高的地方會有一個八角的涼亭 中間一層就是紀念碑的樓 然後最底座左右兩邊各有寶塔 如果大家對中國文化略有認知都知道 其實對稱是相當重要的 左童右一定要對稱 而且有台階十級而上 前面這裡是寬闊的半月形平台 有石欄圍繞 儘量做到好像有中式墓地的感覺 這裡的對聯我重複看了幾次 也不是一次過可以讀得通 右邊旅夢安歸 因為安歸我會覺得是設計問題 即是說靈魂去了哪裡呢 有沒有安好呢 經斷離魂如劫盡 當然因為這是一個意外 自然是經斷離魂 如劫盡剩下的是灰盡 當然這個也是劫難 到這裡是講馬 馬蹄何處 最後他們會去哪裡呢 屍殘荒草靜蕭行 當然你在那段意外入面 馬都會有屍叫的聲音 剩下餘下燒了的痕跡 當然對都很工整 即是你會見到馬蹄何處 和旅夢安歸都是對到一個問題來 當然你說再深入必解 我這裡就不做了 然後經斷離魂就對屍殘荒草 然後愚劫盡就對性愚痕 所以我覺得站在這個墓碑前面去看 都感受到當時的驚恐 無論是人物物都是一樣的 我也知道這裡比較少人會知道 比較少人會來的 的確是比較格涉一點的 我都走到一身汗 大家都走到一身汗 但是都是一段香港的歷史 例如說有多少人真是知道 在191多年曾經在馬鵬那個位置 是有個大火 然後在這裡會有個紀念碑 去紀念這件事呢 大家都不妨來一下 另外前面又有個大球場景 幸好今天天氣好 一個人要從他的經歷入手 了解一個地方就要從歷史前進 今天穿越1918年 從古色得知 鵬馬地馬場大火落難之事 再走上咖啡園墳場 親眼目睹過八年的古墓埋沒在山蟲之中 這些都是被我們遺忘了 但是又屬於我們的一部分 我們本應熟知的香港歷史 好 我們暫時來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行行古蹟吧 拜拜